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農委會跟交通部的代表 好 有請農委會跟交通部的代表 谁啊 沒有關係啊 你們那個相關負責權責最熟悉業務的人 就負責回答就好了 我們4月28號的時候 我跟劉建國委員有開過一個記者會 那天有上百位從石門還有從金山萬里來的漁民 在那天的會議當中啊 我要求針對有關於油污去除的部分 環保署要設一個專線 那今天有關於整個船體移除作業有太多委員質詢 這個部分 呃 我今天先放著 那我現在要比較關注的 是有關於舊漁民還有觀光業者 他們的損失求償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啊 你們這個專線啊 從4月28號我們開會你承諾設置以後 是不是有確實的設置了 是 是 我們農委會的部分齁 我們有指定我們陳科長 好 那請問一下陳科長齁 從你設置以後到現在 你接到幾通電話 公委員報告 目前還沒有接到 蛤 目前還沒有接到任何電話 是 那是大家不知道要找你 還是大家都沒有損害 公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部分齁 會在那個16號 第一次的那個說明會的時候 也會跟大家揭露 那目前 呃 漁民的一個窗口 他現在是跟 新北市政府 那個新北市政府這邊 還有那個 呃 我們金山區議會這邊 來做一個通報 以上幫忙 所以 到目前為止齁 那一天 漁民他們在第一線的時候 的無助 彈簧 跟困難 我相信在那天的記者會 已經呈現得非常的清楚了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才希望政府部門 要有單一的窗口 協助漁民在這個過程當中 進行求償 但是到現在為止 你們所設置的專線電話 一通電話都沒有收到 那顯然的情況是 這件事情從我們開完記者會到現在 還沒有開始跟漁民 進行接觸 也沒有進行任何的宣傳 我今天 因為 召開了這個委員會 昨天啊 我選區裡面的選民 我第一線 去做調查 來看下一頁 放這個袋子 請你們仔細聽一聽這些 三位搜尋 跟剛才兩個月 還有相關的單位 來跟你們調查 或是跟你們說 算民會跟你們討論 什麼都沒有 完全都沒有 沒有啦 都沒有看人家 有給你們發討論嗎 沒有啦 都沒有人來找 沒有 沒有人問 沒有 還有人發討論嗎 沒有 都沒有 那這樣要怎樣 老幹什麼要怎樣 那市民就開始了 對嗎 還有吃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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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負責第一線處理的單位 是不是有切實的處理好 我們在行政院這邊 負責求償 負責協助漁民的單位 真的有掌握嗎 當你們現在說 你們接下來在5月的時候 會去辦一些說明會 那沒有關係啦 我們接下來就針對這些說明會 最後的效果是怎麼樣 來加以檢驗 剛剛其他的委員 在提到接下來求償的過程當中 有說到 你們現在已經委託了一個教授 針對漁獲可能產生的損失 再進行調查 但是我要問的事情是說 接下來 不管 接下來是透過什麼樣的紛爭解決程序 對於漁民來講 他們要證明這些漁獲的損失 他們現在有沒有該做什麼事情 那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針對剛才講的 這個間接損失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是下個禮拜一三五 我們排三場會去金山區議會跟石門相公所會召開說明會 那我們這個說明會的所有的一個QA我們都準備好了 包括剛剛委員 你們那個下禮拜開始說明會的QA可以提供一份給我 因為現在事情發生到現在已經有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嘛 那我自己是在交民視訴訟法的 如果我今天是代表漁民的律師的話 我有好多話要跟他們講 我要告訴他們說在這段期間當中 他要做什麼樣子的證據收集跟證據保全 你們現在委託一個大學的教授去做鑑定 從漁民端來講他們有沒有什麼該做的事情 就是他們的叫戰守則到底是什麼 要不然接下來你要怎麼去處理訴訟上面證明損害的問題 當你們什麼都沒有跟漁民講 到時候發生的事情 要進行具體求償措施的時候說 啊你這個資料也沒有 那個資料也沒有 啊你我們沒辦法處理 這樣子的處理好嗎 這樣的處理對嗎 我下一個具體的問題喔是 針對那一個鑑定的結果 只是單方面我們所提出來的主張嗎 有沒有考慮過跟損害賠償責任的主體 去簽訂有關於仲裁鑑定契約 雙方當事人必須要以該鑑定的結果來收到拘束 或許這個仲裁鑑定契約 因為你們是農委會啊 或者是其他的交通部的代表 這個法律的專業名詞 可能對於你們來講會有一點陌生 這也是我為什麼一直說 你們要趕快成立一個專案小組 有一個單一的窗口 真的有法律專才的人 去提供協助最主要的理由 你們花了這麼多錢 去委託做的這個鑑定 這個鑑定在接下來的 紛爭解決程序當中 會有拘束力嗎 如果沒有拘束力的話 那接下來是陷入各說各話的情況 漁民到底要怎麼證明他的損害 今天我質詢的內容 基本上都是在提醒 你們在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必須要注意到的事項 第二個部分啊 我要請教交通部 觀光業者的損害我們上次開記者會的時候 你們說你們是航港局的 你們不是很清楚 要通知觀光局嗎 是是 那通知了沒有 有有有 今天觀光局有代表在這邊 來請觀光局 報告委員我們有通知了 你們什麼時候通知了 我們的公文是4月15號 所以你們的動作其實蠻快的嘛 在我開記者會以前 你們就通知了嘛 對沒有錯 你們給我的書面報告 說你們在4月15號 以北關管制第幾號 寒查轄內業者是否受損 求償尚無業者提出求償申請是啊 對 而且我們是也很擔心 因為事情3月4號發生以後 我們直接請教政大的法律海洋所 也請教海洋大學的老師 那這一方面是很關心的 我們除了函以外 你們請教的結論是什麼 其實從早上到現在 委員講的完全支持 其實我們的重點 我們觀光產業重點是在 不要污染 所以從3月10號到現場 沒有啊 過去發生這段時間 觀光業所造成的營業損失呢 對 我要報告委員的是 我們的重點 我觀光產業是下游 所以呢 我是不要有污染 所以這一段時間我完全在處理 不要有污染 有污染我們馬上通報 沒有啦 不要有污染 那是儲污的事情嘛 這個是避免未來損害的擴大嘛 是 那你們說4月15號有發函通知 我看了你們的函喔 你們通知了救國團 通知翡翠灣 通知白宮行館 通知浪行者 東洋海洋公司 新北市石門鄉社區發展協會 新空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除了這些公司以外 其他的觀光業者呢 喔 報告委員大概是這樣 在依據3月16號第17次的那個 小組的會議啊 那朱市長在3月25號 他有指示 有關於觀光的部分 是由新北市觀光旅遊局 那當時候呢 我們是直接找 所以妳的意思是 新北市的問題 欸 我不能這麼說 因為我現在很直接跟你講 你們只發函 這些少數的幾家 問他們有沒有損害 但我這邊來成型的 飯店 餐廳 這些觀光業有損害的 人數非常非常的多啊 他們都在你們眼中 不算是觀光業者 不算是有損害 可能發生的主體嗎 報告委員 我們願意再跟新北市觀光旅遊局 有關於觀光他們 不是妳現在是把責任全部推給新北市嗎 也就是說 有關於協助觀光業者求償的事情 是新北市政府應該要做的嗎 我們願意再 就我們北海岸的地區觀光業者 我們會再巡函一次 便一一打電話 這個是我現在收到非常多 不管是從漁民 旅遊業者觀光業者 他們來的還 我收集到的個案喔 我只是一個立法委員 比你們這麼龐大的行政機關還要多 結果你們就是消極的發幾個少數的特定業者 這樣就算有進行觀光損害的調查 我現在提供一個個案喔 給你們做參考 在1997年的時候 俄羅斯的郵輪 在日本的外海 造成一樣重油汙染的外洩 他們的政府馬上積極的協助業者 來進行求償 不僅估算損失的金額 像船主還有保培基金 來進行求償 那這些東西啊 當然在外文的文獻當中啊 但是我們國家 我們國家的政府的研考會 是花了大筆的銀子 找學者來對 就有關於國外海洋污染 實際上面求償的作業 做了厚厚的一本研究報告 做出來 他們的業者協助 有關於觀光業受損的 有關於漁損的 所提出請求的金額 最後拿到的漁業的損失 7.11億日元 觀光業的損失 3.38億日元 這個是他們政府在執行 這個個案的時候 所呈現具體的成效 你們現在全部都推給說 要委託大學的老師 來進行有關於相關的鑑定跟作業 觀光業者 不是只有你剛剛講的救國團 不是只有翡翠灣 不是只有白宮行館 那些大的設施 還有很多的餐廳 還有很多的飯店 那些業者叫苦連天 我希望你們採取比較積極的作為 不是只在辦公室裡面發一發公文 等人家回合來給你們 接下來我再說一次喔 漁民的受損 觀光業者的受損 具體的檢驗數字 我們未來就會用這個 來當作基準 進行對於行政部門的監督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